這個大盒的光影 好美啊 好像歐洲一樣 Let's go 我插上來了嗎 一個很黑的地方 早晨 今天是day 3 現在是1點 我們應該吃點東西 然後就出發去水門至大佛 然後就會去朱古力Village 晚上會去兩個夜市 去job fair 還有火車夜市 超開心 好想快點去job fair 我們稍後再說 我們吃這間 這間都是樓下附近的客人過來 這裡很有feel 全部outdoor的 Hello 我們剛剛吃完的餐廳 然後現在就叫Grad去水門至大佛 剛剛那間餐廳也挺好吃的 不過不失 吃了一千匹五個菜 加了四樣東西 我現在在大佛下面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大佛的腳底 這個就是G 嘩 白到看不見 對不起 我現在是戴著褲 超水看不見 大佛的背影 是那個樹那裡 好漂亮 很多樹那裡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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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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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人手畫 應該好像剛才那裡 走了過來佛的前一點 然後這裡就是佛 其實它是有兩個佛 都挺值得來的 真的感受一下 泰國這些文化的氣氛 又是手工爺 Hello 現在第二站來了一個 好像迪士尼的感覺 這個就是巧克力的感覺 就是一個朱古力莊園 這裡就是門口 其實它的門口真的很像迪士尼 但其實裡面好像半小時都可以走 進去就是100匹一個人 拍照很歐美的感覺 Hello Hello 好漂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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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植羊也算是剛剛好 進來這裡真的超漂亮 這個就是這裡 Chocolateville 好漂亮啊 好像歐洲一樣 夜晚應該會亮燈的 但是現在 現在 來到夜晚了 嘩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去完那個Chocolateville 現在就來了這個Jod Fair的夜市了 這個是我最期待的夜市 因為好像說是曼谷最大最新最美的夜市 走了之後才找東西吃 吃一下火山排骨 有人說這裡的火山排骨 是骨骨的 嘩 目測這裡是有20行 OMG crazy 這裡有個 這座野 人們會走上去拍照 應該可以在上面那裡 拍下來 就可以看到整個Jod Fair 很有Feel 也有音樂 很多人在拍照 現在6點 剛剛好的時候 因為我們晚一點 會再去一個夜市 現在來到這個Jod Fair 重複他說重複的事情 還有旁邊很多這些老爺車 還有很多老爺車 他說有很多老爺車 還有這一座城堡的物體 開始走 咦 每一間都很想看 Let's go 我們走到第一行 極速賣了一個肉球 100匹 一粒 我沒試過天還在光 已經在走夜市 但是這裡真的太多東西看 所以大家早一點過來 真的要 我們現在走了大概三行 我想說這裡真的很好走 因為他們的設計是 一行 然後到一行 然後到一行 跟昨天那個夜市亂租租租 這個是一行走到一行 然後走完就可以去最左邊那邊吃東西 一進口那裡 這裡我們每一間都可以停 東西是真的可以買得下手 而且真的是便宜的 現在其實買到整個手都是東西 買了一些腳簾啊 手簾啊 衣服啊 讓我男朋友透明肉 極低的人都可以買到東西 因為他在香港真的買東西 走了半場 已經整個手都是東西 然後受不了 買一個椰子的飲品 是衣服的 就是喜歡走黃鐘那些 背心那些 就是穿開我這些這些 真的要來這個夜市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乾貨的最後一行 中間都走完了 旁邊就是開始吃東西 走完這裡就剛剛好可以吃東西 這些250匹 這間都不便宜 剛才我買的那間 整間都是100匹 而且這裡很寬 所以就算很多人都不怕 這間餐廳很有feel 音樂又舒服 然後裡面的環境有點美 給大家參考一下 在買這個燒蠔 我們現在吃水母 Jellyfish 今晚他們吸引到 很像白糖的感覺 有些也像白糖的感覺 這間 怎樣怎樣怎樣 很爽 很喜歡 味道很好吃 酸酸味味 剛剛買了這個熟米 牛油熟米醬 快熟米醬 太大了 現在要買飲料 因為剛剛吃完東西 很累 還要搶下一場夜市 現在坐下來吃這個火山排骨 也挺好吃 但是湯很酸 泰國的湯全部都是酸酸辣辣的 也很開胃 我們這個火山排骨是中尺寸 290匹 因為剛剛在後面再看過 有一間好像300多 我們還點了一個豬肉丸 這個豬肉丸也挺好吃 因為它浸那些 餅的汁 還有一個超級小 5毫子的 扇貝 不知道吃到什麼 現在完全是體降力下降 剛剛吃完那一餐 8.1港幣 三樣東西 扇貝 火山排骨 還有那個豬肉丸 然後我們都說 如果在香港的話 火山排骨這麼大盤 應該已經8.1港幣了 剛剛我男朋友吃了一個 很好吃的 shelly fish 然後再去買 他說要翻桌 太好吃 然後應該去 The One Richata 那個夜市 馬上準備離開Joss Fair 去下一個夜市 突然下雨 都下得挺大 因為很多餐廳都要開那些帳篷 來到泰國這麼多次 第一次感受到泰國下雨 現在我們在樹蔭下面 避雨 現在我們在一隻線 Hello 我們瞬間就來了The One Richata 但我們不是正門進來 所以一走進來就是旁邊 但這裡有點熟口面 這裡不是很新的 應該翻新了 因為我記得旁邊那些 之前跟朋友來 他還在紋身 但也算寬敞的 你看我這樣打開兩隻手 都沒問題 都是有點指甲好 有 有沒有試過這個 有啊 我幫你 哇 我插進來了嗎 沒有了嗎 Hello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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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好舒服啊 你震什麼 啊不行啊 好敏感啊 OK yes 哈哈 哈哈哈哈 終於走回來這個門口 這個就是正門 人們正常就是在這裡進來的 現在就這樣走過來 我們剛才就是在這條巷走出來 這裡就看來小過Jord Bear那裡很多 但是都舒服的 都寬敞 因為都是新的嘛 但東西就貌癡 都差不多了 我覺得 但是挺漂亮的 翻身完之後 門口 嘩好大顆魚 嘩好恐怖啊 嚇死我 昨天在那個華馬夜市 不是買了蜜 100匹4對 現在是100匹6對 不過都不同款 100匹6對 昨天都有 但是 就 沒那麼好看 我想說去完這個Jord Bear之後 來這裡真的有些分別 因為它有很多都沒有開 就好像這些旁邊 都沒有開 有這些蝦 哇 好勇敢 什麼味道啊 非常好吃 非常 哇 這些是他們吃剩的 那些 就這樣 捉完之後 調味一點 這個是 粟米芝士 薯仔 再配有菠菜 剛剛薯仔也很脆 哇很脆 嗯 好吃 好吃 這個 就普通的薯仔 這個薯仔香 我也吃到 美食節的朋友 Jord Bear的 章魚蛋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的 斑蘭蛋糕 好吃 好硬 我們現在離開這個 The One Rochada 今天真的很累 因為今天全部行程 都是行的 從下午 我們吃完東西 就出發去水門子 然後去哪裡 我們今天 立體失憶了 拜拜 現在就去拌骨 拌完骨 再去逛壁絲 我們終於來到BIGC 我喜歡逛BIGC 因為我很喜歡吃BIGC的一種紫菜 但就不是小龍板 我們喜歡吃BIGC出品的紫菜 這裡是Central Road對面那間 還有司機說這裡是最多遊客 很韌貴 我覺得BIGC是比較大 幾年前 不知道現在是不是真的加了價 照舊 一進來這邊就是一些藥妝 不讓我走 他們 買了這一車的東西 然後他們也是一車 多少錢 990塊 3包 應該高級一點 因為這個賣一送的 看起來好像快要到期 但是2024才到期 我們剛剛經歷了一段很驚險的旅程 因為我們剛剛在那兩間按摩店都沒有位置 但是我們真的很想拌骨 然後外面就有很多的士兜售 然後就這樣說50分50分 然後兜你去一個有得拌骨不用等的地方 這裡收兩點 因為我們現在的時間已經差不多12點了 坐那一間嘟嘟 又小了 然後我們買了很多BIGC的東西 然後繞了我們去一個很黑的地方 中間 然後我們覺得很害怕 是否去KK中間 後來繞了這個位置 這間好像去了人家 沒有計算 他繞了一點點 還要貴一點 500元 剛才漂亮一點 都是300多元 剛剛上來的房間 放低一點 都不知的東西 然後又下樓下吃的 太餓了 因為我們樓下太方便了 全部都是酒吧 食物等 一下來已經很大 好像很美味 Hello 剛剛下去吃完東西回來 整個頭整個瘋子 很多水聲 因為我男朋友在沖 還有我們開箱這個浴缸 浸浴 今晚太累了 我們現在說的是 已經凌晨2點 剛剛在夜市買了一個肉球 所以就可以轉頭浸浴了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明天已經是Day4 其實明天已經是最後一天 HOLD DAY的行程 因為我們星期五是 休早就回香港了 我們明天見 我明天見 忘了 我怕你 脫節 快吃了 誒 快吃了 好吧 勒 冷藏 快吃了 太浪 快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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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ez 快吃了 快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